字幕視頻 起雙腳 謝謝 好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潘年華 潘議長 我們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好 很歡迎今天大家回來這裡點燒 那麼 很多很久沒看到老朋友都回來 那麼很高興大家又繼續 在我們這個民政府裡面在做的打招 那麼 我今天要來 跟我們各位介紹 最近最複雜的 這個烏克蘭的 克里米亞這個狗狗 那麼克里米亞 這個地方 讓我們台灣一些欺負 我們來探討看看 這個地圖的 你可以這樣看 這個灰色的這個就是烏克蘭 下一個這裡 有一個島叫做 這個克里米亞 那麼 你注意到看 它這個紅色的 這個都是他家室共 天然家室 俄羅斯出產很多家室 要送去 歐洲 都來經過這個烏克蘭 你看 包括要靠去 土耳其 或是 羅馬尼亞 匈牙裡 波蘭 從德國 從比利斯這邊去 那麼 烏克蘭 其實 以前是分成兩個 你看這條基埔 這個他們的首都 旁邊有一條河 這個分成這邊就是東烏克蘭 那麼這邊就是西烏克蘭 那麼 克里米亞是在 他就二年獨立了 他 加入烏克蘭 但是你可以 1922年那時候 也是 蘇聯成立的時候 所以烏克蘭也加入 蘇聯聯邦 他說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克里米亞 這裡有一個賽環寶 是 俄羅斯的一個 黑海艦隊 的基地 中蘇聯邦就熄在這裡 他這個黑海艦隊 如果要 俄羅斯要 他的軍艦要出海 要拚到這裡的 土耳其 這邊才出去 那麼 現在 最近 就是因為 這個 正一陣 這個專統 現在用霸處 這個 這個 亞努克維奇 他關隊 就是比較偏向俄羅斯的人 但是他在選機的時候 跟媽媽一樣很一樣 他騙烏克蘭說 如果我選到總統 他要 要 脫離俄羅斯 要挖 歐洲這邊 要給歐洲的民主方式 的生活方式 結果 專調之後 開始看說 好像俄羅斯這邊比較好 因為 本來台商在說 已經在在 歐盟準備要簽一個協定 但是 在整幾個月前後 變高 因為俄羅斯 拿比較大的 釣魚 要做 為什麼 俄羅斯說 我供應你的 援助 150億美金 這天文四字 我的家屬 用三元錢 選擇更比 官邸的價格 三元錢更加速 來買你 好啊 像我們那樣買收 所以 三四五年前 將烏克蘭人民起來 開始抗爆 就說 你當初 你選擇的是 所說的 抗現在才有 180度 那麼 因為 烏克蘭 在蘇聯 解體後 他突然出來 但是 他的經濟一直不好 他 這個俄羅斯 貿易額 百分之三十 是 抗俄羅斯 那麼 他 百分之八十 天然瓦斯 愛克 俄羅斯 供應 那麼 在六年前 兩千控 九年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負錢 有欠俄羅斯 加速錢 所以俄羅斯把它斷去 你知道 這個地方 沒有加速 冰天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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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現在 現不大 烏克蘭要欠 俄羅斯 差不多二十個美金的加速錢 沒有 他本身的外債 要三 在這兩年來 要付給 把外面借的 三百五十個美金 這 你看看 這對他們來說 你如果要交入歐盟 那麼現在 俄羅斯拿一百五十個美金 說要跟他援助 他當然只能挖過俄羅斯去 但是歐盟 跟美國也很疼 他如果要 支持烏克蘭 你要拿錢 到三天 很輕輕的 說輕不到二十個美金 差這俄羅斯的百五個美金 差太多 所以這 烏克蘭真的 左右為難 那麼 這裡會跟這個 克里米亞 現在又差說 要 已經 他們的議會通過 獨立出去了 但是 他還要一個公道 就今天 在公道 這個 要加入俄羅斯 但是 這是違反 國際法 這 不準算 後面 都不可以跟他生人 他為什麼 你要獨立出 你既然 加入這個 烏克蘭聯邦 你當初 要加入 也是烏克蘭聯邦 幫你擁有 你擁有 那麼你現在要出 你也要有 烏克蘭 你這個保國 來幫你擁有 烏克蘭 國外 要有一個 分離條款 來立法 這樣你有這個 分離條款 這個 法源 你才會去辦 你看 要獨立出 還是要加入別的國家 所以你沒有這個分離條款 不好 這個就像 卡納達 那個 魁北克 這個 法語區 他也想要獨立出 但是 卡納達一直沒有授權 沒有立這個 分離條款 給他 但是英國這個 愛爾蘭 英國 他的母國 他們有一個 分離條款 給他 所以如果愛爾蘭 依照這個法案 公道出來 這是合法的 我們繼續來看 這點就比較清楚 克里米亞在這裡 這個都在烏克蘭 那麼這個 那個艦隊要出去 要從這裡出去 所以 克里米亞對俄羅斯 太重了 旁邊這邊都俄羅斯 你這個 俄羅斯 現在他說 裡面 因為 大部分都是俄羅斯一的 減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 剛才前有 2008年 他去入侵 這個 喬治亞一樣 很一樣 模式很一樣 喬治亞裡面也是 他的東北 那個 北部這個 角落這裡 其中全是俄羅斯一的 所以 他屬於 第一 先發俄羅斯的火轎 給喬治亞的 裡面的俄羅斯一的 這個人 發火轎給他 說他們就是俄羅斯的公民 人家 在旁邊的演戲 火轎發到差不多了 藉著說 他要去 保護 講俄羅斯語的 俄羅斯一的 公民 出兵 就要去拯 但是現在 庫里面也 一樣 這個情形 你看 醫生 發火轎給裡面 這些 俄羅斯一的人 一樣 現在在旁邊的演戲 最近 本來側旁邊 現在又開這個演戲 這個一樣 真有可能就是 如果在壓迫 烏克蘭 也壓迫 在庫里面裡面的公民 無論你是 烏克蘭的 還是 這個 達胆人 你一樣 你要投票 來加進 暫行 說要加進 俄羅斯 好 那麼我們來了解 這個庫里面 他 我們來做一個 簡單的介紹 他人口不到 兩百萬 這是 在兩千公斤年 做統計 那麼 他的面積差不多台灣 三分之一而已 那麼他的民族 裡面 俄羅斯 減58% 烏克蘭 減24% 達胆人 減12% 所以你看 俄羅斯人 比較多 那麼 現在 剛才我告訴的 他已經 已經 二年 加進烏克蘭 之後 變成一個自治共和國 但是 烏克蘭聯邦也 加進 蘇聯聯邦 那麼 烏克蘭 語是 克里米亞的 官語 但是 台東所有的人 都用俄羅斯語 這 給我們台灣 很一樣 台灣 說北京去的 占台北 多數 阿公 如果說 他要保護 將 北京化 中國化的 中國人 他去兵 剛才蓬這個模式 很一樣 所以 我們要來注意 我們來看說 他有我們台灣的case 我們台灣的語文政策 你知道嗎 我在這裡什麼 美語 日語 台語 來 對照 北京語 閩南語 客家語 你現在想說 這兩個藍色的 台語 不是閩南語 很多人都策誤的認知 台語是台語 閩南語是閩南語 這裏面 除了台語以外 村的都是外來語 都外國語 這次的台語 是我們高山族 他們每一族 都有十三族在講的議員 包括 半部族 的議員 但是科學 半部族 這十族的議員 差不多 三族 來看九個回來 第二個 九個回來可能就是 那個西螺 台南西螺 西螺主委 第二 就是議蘭 柯馬 南主的議員 第三 現在 看這個中部 麻布莎 柏柏拉這裡看我的哪裡 我比一個就好像說 這個會說 麻布祖國議員創三個 一個中方 從我眼睛出 從我眼睛出 說不清楚了 克馬蘭嶼這個 已經送你去交給北方 蓋上手 另外那個已經變植物人了 可憐 所以沒有很可憐 所以我鼓勵說 我們高沙的原住民 你們還保留你們的注意 你們是非常幸運 這只是一個小確信 現在在說小確信 那麼你要好好保住 連這個小確訓都沒有的話 你就淪路跟平埔族一樣 整個族語文化都被消滅 因為要消滅一個民族 就是消滅他的語言跟文化 好 那麼所以 你要注意 我們以後要盡量把高沙族和平埔族 盡量去推廣 這個才是日語是我們的國語 ok 台語是我們生活用語 那麼北京語 閩南語 為什麼叫閩南 中國的福建簡稱閩 對嗎 閩的南 福建的南部叫做閩南 就是泉州 漳州 廈門 他們講的話叫做閩南話 會閩南話為什麼會在台灣 這麼多人會講 就是因為從鄭成功 他成功我們真的失敗了 他來把荷蘭人趕走 荷蘭人1964年 來進駐安平港 同樣的那個年代 荷蘭人也去進駐紐約曼哈頓 可是這三四百年來發展 紐約變成世界第一大的首都 非常的繁榮進步 一百多年前就有地下鐵 可是我們台灣呢 我們的安平港呢 安平台南這個地區 就是因為被鄭成功來了 我們就失敗了 如果繼續一直被荷蘭人管理 到現在我們也是世界先進的 台灣這個地區 不曉得會不會 那時候會變成荷蘭的什麼省 不曉得 荷蘭的台灣省 那麼 鄭成功來的時候 鄭成功他的兵將 大部分都是閩南地區的人員 包括他們的那個軍師陳永華 他也是泉州那邊的人 所以他們來了閩南語變成官話 就是要求大家都要學官話 就像日本人來一樣 叫我們要學日本話 他們叫做國語 蔣介石來台灣以後 他也學日本推行他們的國語 叫做北京話 所以你看日本來台灣只有50年 就把我們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的語言 差不多都壓制住了 所以我爸爸媽媽他們的同 日本的同學會 他們一聚在一起通通講日語 對不對 一樣只有50年就這樣的 何況當初大清來台灣已經212年 那蔣介石的政權 蔣政權來台灣已經68年 你看我們現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 講台語大部分都不會講的 會講的超年呆 所以我們要注意克林密亞這個狀況 我們現在百分之大部分80的人大部分都是 又是中北部 都是用所謂的國語北京話在溝通 北京話是中國人的語言 到時候中國福建 從福建派兵來說 我要來解救講北京話的中國人 那就糟糕了 好 那我們國家民主的認同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那麼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那這個台灣人是貧捕族加高刷 來對照中國人華人漢人或者唐山人 現在是不是68年的那個國民黨教育 已經把我們2300萬的台灣人其中的 如果把300萬當作是中國人 純種的 其他的2000萬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可是已經有一半被教育成說 他說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2008年 2012年 中華民國流亡總統選舉我們會輸的原因 我們被教育成變成中國人 或者華人 或者漢人 經常台灣人 自己是貧捕族都不知道 還說 我們的祖先都是從福建來的 所以我們是漢人 是漢人的後代 這個是大錯特錯 好 那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國防跟新防 這個忠誠度跟判離 之前去年4月25號 就是我們有一些 有野心的分子判離出去 好 國防 就是要有軍隊 要有軍事設備 對不對 好 你有再好的軍事設備 但是你如果沒有忠誠度 沒有愛台灣這種心 你的心防 不是要鎖護台灣的話 那很容易被瓦解 被錢收買 好比那個 宋朝或者明朝 之前他們花了很大的薪水 之前蓋的那個所謂萬里長城 那每年都要花很大的那個 費用去修護 為了要抵禦這個外族來入侵 可是 這些錢花那麼多 無好嗎 無好 因為 外族只要用 美社 用金錢去買那個 什麼什麼山海關 什麼關的那些所謂 一買通門就打開了 你那個長城 花那麼大薪水的那個軍費去 去建設的 有什麼用 還是不是 那個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就不好 所以 我們的心防最重要 你要對台灣有這個愛心 你為了 這塊土地 就像我們剛剛唱的 台灣的代表歌 即使暫時 我要為他來守護 那麼防衛的策略我們要 我們美日台 要聯合來對抗 共產黨還有 現在這個國公兩黨 以前 國民黨叫我們說要反攻抗惡 殺豬寶寶 可是現在 他們哥良好 所以國民黨跟共產黨是兄弟黨 因為 從黃埔軍校開始 那時候的黃埔軍校是 那個 那個是蘇聯提供經費 那請蔣介石當校長 那個周恩來當教務組長 他們當時是 孫中山是榮共 所以 他們是真的是兄弟黨 是從黃埔軍校分裂出去的 共產黨沒有錯 他們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專制政權 都是 講 說要愛中國 結果殺中國人 殺最多的就是他們兩個 毛澤東跟蔣介石 一個台差不多千八萬 一個台差不多兩千五百萬 真的 真的 愛你去死就對了 真的很愛他們中國人 但是他們是愛你死就對了 那麼我們要防範禮應外合 這個台灣來對比這個中國難民 台灣很危險就是 我們的語言被改變 我們的生活方式也被改變 那麼 為什麼美國 叫我們要發這個身份證 就是要先分裂 把台灣人跟中國人 來分清楚 只有拿這個TW的本土台灣人 以後才可以參政 參加選舉或者投票 那麼以後台灣人的事務 就是我們台灣人在處理 在公投 如果拿西伊 西伊這個Chinese exile 這個中國難民 他沒有權利 他不是公民 他不可以參加公教人員 或者參與選舉 所以以後就沒有難力對抗 通通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自己在當家坐職 自己自治 好 那麼 新加坡 也有很多我們要學習的 好 我們來看他 新加坡因為有一個 具有使命感的領導人 就是這個李光耀 這個總理 他本來是想要跟馬來西亞 合併的 有併入進去 可是 馬來西亞比較專制 他說是要保護原住民 而且要單一語言馬來西亞語為國語 可是 這樣的狀況跟李光耀 那個是對立的 所以後來只有加入兩三年 新加坡又退出了 就獨立出來了 OK 那麼他們的語言 是怎麼 他們的政策是怎麼樣 他們把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政策 李光耀用強制的方式 強勢的領導 那麼 李光耀這個強制領導 跟我們現在秘書長 這個方式有點類似 他是 對的 他都不偏不移 不會受左右搖動 我們走這個法理是對的話 他就堅持到底 所以一直 講我們要 以法理為基礎 台灣民政府如果沒有法理基礎 很容易被左右 被說買 就判理出去了 那麼我們來看他們 他們用英語 有80%的人 可以用英語來溝通 那麼華語只佔65% 這個華語裡面就包括 閩南語 廣東語 還有其他的方言 好 那麼馬來語有17% 印度的塔米爾語有4% 這裡的馬來語 是新加坡憲法所規定的國語 你看他非常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所以他一直想說 至少我要跟你和平相處 那麼我遵你的馬來亞語 為國語 但是其他這4個 通通叫做官方語言 也算真厲害 就是這幾個語言通通是平等的 都叫做官方語言 然後為什麼要獨尊英語為低語言的政策 因為這個有實用性 第一個就是 現在全世界最高科技的論文 或者是科學研究 通通是用英語寫的比較多 而且一些新的高科技的語言 創新出來的智慧大部分都是用英文 然後你看你如果要學高升的高科技 你一定要用英文 因為美國 英國都是全世界高科技的搖籃 那麼你沒有去那邊留學 去那邊學習 進入他們的實驗的團隊 你可能會落後人家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實用性 而且你在經濟上 你要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 英文是最通用的國際的語言 所以為什麼新加坡會這麼強盛 他們的語言政策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新加坡變成一個國際花園城市 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個對我們來講 也是我們以後要學習的 台灣日語是我們的國語 但是 英語我們也要學新加坡 變成我們的第一語言 然後平常我們就講 我們熟悉的語言 你要講北京話 你要講閩南話 或者講台語 就是高砂族或者拼捕族的語言 都OK 因為語言只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但是我們不要用強迫的方式 就是不要像中國人 蔣介石政典來台灣以後 用強迫的方式 要求我們只能講北京話 不可以講方言 講方言就罰款 掛告白啊 我小時候就掛過告白啊 或者罰錢 然後我小時候沒錢給他罰 還要就端水桶 像這樣的情況 台灣有一個狀況 我蠻擔心的 就是閩南語沙文主義 尤其像所謂有一種 叫做用羅馬拼音 就是 叫做漢羅 用漢羅來寫台語什麼 這個我是不反對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 把漢羅或者是羅馬拼音的台語 獨尊這一個 可是我剛剛就講過了 那不是我們的台語啊 那個是從閩南來的語言 那屬於外國語 我們真正的台語 是高砂族還有平埔族的語言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用這種 所謂的台語的沙文主義 來強壓其他的語言 那麼我剛剛講 把日語當作我們的國語 台灣不缺講日語的人 大日本帝國也不缺講日語的人才嘛 我們把反而我們大日本帝國非常缺 講英文的這些人才 因為我們要跟全世界做生意 英語絕對是第一選擇 因為日本人 日本人用他們的日語發音 外國人聽不懂 你說像卡車 英文發音是truck 用日語發音變truck 像牛奶 muk 它變mini crew 這才不聽 如果麥當勞又比較難聽 我平常去 日語我是不好 他跟我說我聽著愛笑 像說 我們在說 其實台語 我們現在常在說的 所謂現在這個 我們也很多都 一支的議員也一支 我們常在說 螺絡肉 螺絲旗子 其實那是英語的driver 旋轉的那個東西 driver 他們說就是River 我們的方向盤 韓度路 英語是handle 你手掌控的叫做韓度路 我們常在說 車 要塞北谷 北谷 back 其實台語也有在家裡 他說 我在這台車 有時候我的方向盤大 我朋友來說 看你車都沒有塞塞 我說我都塞人 沒有塞塞 對 來北谷 他說 來 倒塞 我這就不是那個 那個 那是拐塞 這樣才會北谷倒塞 好 好來 我對我們法律電灶的人有些期許 有去看 堪廣的這個 堪廣的有去看的 走去我看看 哇 要真少 這支片 我拜託你無論如何 破一個時間 一定要去看 雖然裡面 百分之九十五都說一支 說我們的國語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國語 差不多五%是說 閩南話而已 那麼 這個裡面就是在說一個 嘉義這個嘉義農林學校 日本人所設的嘉義農林學校 那麼他們做一個棒球隊 是高砂族 加平埔族 再加日本人 三個種族 加這些 日本人過小肥 高砂族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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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 這個邊不做的很厲害 那麼他們現在媒體 常常說 這三個族群 他們都把平埔族 加這個漢人 大錯特錯 那是我們邊不做的 這要大家要了解 就是說 這三個族群 協力合作 只有為了一個目標 要打贏台灣隊的冠軍 因為那時候的冠軍隊都是北部台北的 而且都是日本人組成的 那個隊伍 那麼嘉義農林學校 在1931年 拿到台灣區的代表權 去叫甲子園 他拚到冠亞軍決賽 是因為我們台灣投手 連續倒四敗 因為打到手都敲到老火 老火 你怎麼滑滑就不好控制 要把冠亞軍輸掉 但是他們那個拚戰的精神 給他們日本人 很感動 我也看得很感動 那麼我們再來對比說 說是這個紅葉燒棒隊 民國差不多 他們那時候 58年的時候 1969 1968年的時候 紅葉燒棒隊 去看日本來的 一個福克山 他們是本的冠軍隊 結果 我們都說 7比0打贏 紅葉燒棒隊那時候 電視台跟蔡翁翁都說 是 旧七八位動作球棒 三個動作球在講 這樣贏他們那個 裝備精良 他們那時候 中間這位宣傳是說 這個歐蔻隊 打他們歐蔻就對了 他們很爽 本來是 他們中國人來台灣 不看中棒球 只要注重他們的籃球 他什麼看他們的球場 都是籃球場 沒有棒球場 所以 給我們的台灣球隊 棒球隊 是自生自媚 但是自那次 贏了之後 開始廣設棒球隊 但是 那個都是造假 你知道嗎 紅葉燒棒隊 所以 是用假的名 跟別人去的 那個已經 大朋友 又叫回來 共小朋友的球隊 用來造假 連他們的那個 新聞 或 給他們的媚婆 都做假 包括 我們1969年 參加世界少幫隊 美國 威廉波特 拿那個冠軍 那也很多都是超人 所以有一次 連續十幾次 我們都拿冠軍回來 衝到美國 那邊 威廉波特 對他們 組織希望賣 他們說 這樣影響我 美國 那個小朋友的 那個 信心 所以有一次 沒有要讓我們參加 那也抗議說 台灣 人家是社區的 都是一般的比賽 當作 孩子在玩的而已 你派到 用台灣所有的 全英的球隊 都叫做精英隊 民心隊 這樣 用國家的力量 去負責小社區 比賽 去拿冠軍 這就是中國人做家的 很愛 為了宣傳 造假 那麼 我希望大家 要做意去看 因為這個 對 人 鼓鼓鼓勢氣很重要 我喜歡告訴他們 我說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下國休息10分鐘 等一下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